好用的地方 那在介紹這個之前的話 我先供商服務一下 第一個是我自己代表的社群叫Forsesha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前面有些貼紙可以拿 然後這邊有個小冊子 小Fryer也是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跟這個有關的 叫Smiley Lingo 這個的話也是有一些Fryer 在我這邊 各位有興趣待會會後來可以給我拿 OK 開始 第一個我想問一下 有多少人參加過去年的Golf Zero Summit 你可以舉個手看一下嗎 OK 因為可能在台南吧 可能就是大部分參加的 我還是從台北為主 那去年在Golf Zero Summit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 比較特別的畫面 就是說我們講師很厲害 我們用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講之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畫面 就是說當你在介紹的時候 你的講師旁邊的螢幕 或是說另外一個小的地方 小的Screen那邊 它會同時出現講師的話 以及翻譯的字 那不知道有沒有多少人 有看過這個東西 喔 感謝 兩個 三個 謝謝 謝謝 那這個 表示說這個Tour已經算是蠻成功的 那這個Tour的那個製作者 就是名稱叫UD Talk 它是由那個青木秀仁先生 這是日本的青木秀仁先生 製作的 那青木秀仁先生 他服務的就是那個 Code for Nanima 那個練馬區的 Code for Japan的一個分會 那同時我想 我忘記了 抱歉 應該先跟各位說聲謝謝 對 我忘記我的順序了 好 沒關係 那我繼續開始 那各位 今天有很多個 我們日本的朋友過來嘛 那不清楚說 還不會知道 Code for Japan這個組織了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他們在日本 他們從一些 除了open source 在社群以外 利用城市 工程師 或是設計師 或是一些資源 然後連接地方政府 其實比較像是我們所謂的 Goth Zeros 這邊的一些角色 不過更特別的是 它更深入在地政府 因為它在日本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有將近50多個分會 應該超過50個 55個左右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某個地方 某個小城市 不只是大縣市而已 某個小城市裡面的某個鄉 或是某個區 他們都可能所謂的 Code for Japan的一個分位在裡面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剛剛說的 琴木秀呢 其實他自己在 那個他的住的地方 叫做戀馬區 他是東京 東京市的一個小區 一個叫做戀馬區的地方 他從事這個服務 那除了這個服務以外 他就是幫助社群裡面 做一些 剛剛說的 工程師的角色 可以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參與Code for Japan的活動 那或是說 可以提供一些主著 那另外一個是 他用他的工作的專長 然後製作了一個叫做 UniTalk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在我們GoffGills on Me的時候 他是成為一個 我們最大的 最特別的一個補助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說實話 它就是一個翻譯軟體 不過我真的覺得 我用過它之後 我真的覺得 它跟一般的翻譯軟體 不同的是說 它的正確率真的蠻高的 如果各位有空的話 現在網路還在Heading的話 麻煩可以Google 或是說 那個Apple Store那邊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下載試試看 因為你們明年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吧 可能吧 可能還是有跟UniTalk的合作 或是說 另外一個形式來幫忙 那UniTalk的部分的話 它所支援的語言 其實蠻多的 它不只支援中文 日文 英文 還有包含說 基本上 你在Google Translation上面 看到的所有語言 應該都可以支援 可是 它除了翻譯之外 它最大的功能 就我剛剛說的 它在語音辨識的部分的話 真的是跟其他的 那個翻譯軟體 讀數一折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那個我不清楚 待會時間夠不夠 不過我可以的話 我想要背摸一下 那簡單 他們網路上 有一些 分享的東西 那重點是說 它一開始 製作UniTalk的目的 它是用幫助一些 聽障人士 或者說一個不方便表達語言的人 利用這個工具 來可以讓它表達出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用在教育方面 其實就是說 我們剛剛那個 Litharico 他們有強調一些 就是小孩子 他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表達自己的想法 其實或許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他可能就是 比較習慣用文字輸入 或者說 用其他方式輸入 可以用這種間接性的 透通方式 讓別人去主發 來講什麼 因為這個案例的話 在他們網站上面是有提到過 的確是 有些小孩子 用這個服務來說 可以讓他們跨出一步 更變得溝通的一步 所以在教育方面的話 或是說 在某些條件 比較嚴苛的治療方面的話 是有些成效的 那基本上 這個是去年的一些 那個 Governsale Summit的文件 N檔 這個部分 等於 那這個另外一個 是我們那個 那個 這個是黑客松的 這不是那個 這在我們去年10月 那個在 中年1月的那個 黑客松的時候 他那時候也是有用到這個服務 喔 不對 對不起 那另外 就是黑客松的時候 對 這個是 還有15分 不是 這時間是多長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目前最新的服務 因為剛剛說的 Ud Talk的話 其實比較偏向於 像是會議 或是說比較用於在 那個 網路上面 人對人的時候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更方便 或是說 更符合所謂的外國人 去國外玩的時候 你們可能 可以用一些方法 跟別人溝通 當然我們現在有Google Google Translator 不過說實話 如果用Google Translator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他語意方面的辨識 可能還是有些缺陷 就是說不是那麼清楚 如果用這個酷的話 我認為他們的語音辨識 語音辨識引擎 真的跟Google 是不太一樣 這是由他們日本 就是說 青木先生 服務的公司裡面的 一個算是 我不知道他們的專利 不過就是他們一個 獨特的一個應用 對的 利用透過他們的辨識 引擎來說的話 真的是跟別人的 Translation 那個翻譯軟體 真的是不太一樣 那 不清楚還有沒有時間 這個就是 簡單講 那個 SmileLingo 就是說 這個就是 微笑跟一個語言 改答的東西 就是他們想找到的 那 這些都是一些網路上的影片 就是 看起來是比較沒機會 那最後是想 在我準備的東西之前的話 我只能跟各位看一下 這最後一句話 還是希望用這句話 來當作我的結尾 那我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七分鐘嗎 七分鐘嗎 這是七十秒還是七十分鐘嗎 蛤 好吧 那可能沒時間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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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ürze 謝謝 谢谢大家